在戰略與經濟對話開幕儀式上 美國副總統拜登重申歡迎中國崛起 他自中美兩國存在競爭和合作 相信加強溝通有助減少分歧 他又要求中國停止網絡侵權行為 國務院副總理汪洋就說 中美保持良好關係有利世界發展 國與國之間對話比對抗好 兩國建交以來尤其是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後 我們之間的交往日益密切 各層次多情勢的對話頻繁 在這個過程中也不乏有爭吵激烈的辯論 但我覺得我們雙方都受益 一連兩日會議 汪洋會和美國財長傑克勞 討論擴大兩國的經貿合作 有美國參議員要求華富向中國施壓 放寬人民幣的匯率彈性 並容許更多外國商品進行中國市場 而國務委員楊潔篪 就會和美國副國務卿白恩師 商討兩國的戰略合作 以及能源開發等議題 香港風頻電視記者 李可文報導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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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